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学员,各位灵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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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张 散导大师瑞传 我们再来看一则二十三页 我们一起练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祖统计卷二八 如此记载 唐朝禅安 惊姓 本为屠夫 因散导大师 眷人炼博 满城断肉 惊己恨之 持刀入寺 兴杀害意 散导大师 指示西方 现净土相 经其回心发愿 散高速念佛 堕树而终 重见化佛 隐天同子 从其顶本而出 弥陀佛 弥陀就渡 随时存在 随地存在 毫无条件 不论知数 不论善恶 刻念怨生 立即得生 义知大师 悲心感忍 悲心感忍 得忍不变 恶恋全消 好 我们古来 有一句成语 说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这句成语 自古以来 可说是 家与富小 的成语 但是这个典故 最初 从哪里来呢 一般都不太小的 那么散导大师 就有这么一件典故 刚刚我们所念的 大意是说 当时的长安城 有一位屠夫 由于散导大师 弘扬念佛法蛮 很热切 念佛的人 便把长安城 所谓念佛之声 响策长安之城 所谓家家迷途佛 父父观世音 也是那个时候来的 而且很多人都吃素了 这个文章是说 满城断肉 就想一想看 哪有可能 满城 整个长安城里面的人 都吃素不吃肉 有没有夸大 可能是有点夸大 但总之完成断肉 导致这个屠夫 卖肉的没有生意 一调查之下 才发现 原来就是那个屠和尚 所引起的 这肯定是那个屠夫的 心恋 所以就非常的愤恨 拿着猪刀 往善导大师 所住的地方 去找善导大师 在理论之下 说不定 就会刀起 然后投落 就会杀下去了 可是见面之后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善导大师也不多说话 只是显现 极乐世界的景象 让他看 善导大师 怎样显现 我们不知道 总之 里面是记载 善导大师 指着西方 显现出极乐世界的清静 安乐 庄严 来让他看 那这么一看不得了 好像这个屠夫 被什么呢 被这个 被这个催脸 你看 这个屠夫一看到 就深受感悟 感动 而且领悟 当下 善导大师就开始说 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么美妙的 安乐的 清静庄严的地方 并不困难 只要练佛 只要练佛 人人都可以到这个地方 这个屠夫当下 就立刻放下屠刀 练着佛 爬到树上去 一跳 他的神势 从顶面出来 大家都看到 画佛菩萨 把他接到极乐世界去 由这一件事机 可见 善导大师 德行感人 能够另一个 怀抱着凶渣 猛烈之气的屠夫 一见面之下 恶化不说 受到感化 就恶化不说 立刻恋我到极乐世界去 让他 忏悔 一生的杀猪的罪业 一辈子杀猪 可以说罪业是很大的 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将来只有堕落地狱 受地狱之火的燃烧 何况这个世界看起来 又是这么的污秽不静 跟极乐世界两相比较 极乐世界是多么的清静庄严 而自己在这里为了三餐 又是多么的困苦潦倒 那能够到这样美妙庄严而又充满观影喜乐 的极乐世界的话 那岂不是非常的幸福 有福报吗 那现在既然有那么容易 如果说是可以去的地方 何不当下就往生来 所以他当下就练火 当下就往生了 像这样的事迹 如果没有散倒大师 同时同时也没有这一位屠户的绝心 那就不能够成就当下 放下屠刀立地成火 这么一件千古绝唱 千古殊胜的瑞相 由于有散倒大师的德行 同时也有这一位屠户的绝心 我们了解 一个强盗或作恶的人 他为非作歹的心很猛烈 可惜 他是没有遇到善知识引导他学佛 如果遇到善知识引导他学佛 他学佛的精进也会一样的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很精进 就会跟他以前作恶一样的 也是很猛烈 现在转过来要行善积德 要苦修苦行 也是很精进的 就像这位屠夫 那么这一位屠夫 只是看到散倒大师一遍 就只有这一遍而已 当下就往生成火 所谓惊天地弃鬼神 所以凡事在于真心 散倒大师他为人就真心 平常就是不妄语不欺狂 同时散倒大师平常也少妄想 少妄恋 少怀恼 对自己可以说是已经到无我的境界 对人慈悲到了顶点 怨心又很深切 这一种无我慈悲还有怨怯的人 往往有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 一旦发怨立誓 往往当下都会有锐硬的 这个从散倒大师 内传几个锐硬世纪就可以证明 那么极乐世界 显现出极乐世界的庄严给他看 他当下心境360度的转变 这个可以想象得到 他生活那么的污秽 所以整天都在杀猪 那在市场很脏乱 那所吃的 所穿的 应该也不是很丰富 同时看到这个世界 有干旱 有激情 有战争 刀兵之劫 为了三餐又这么的辛苦 那一看极乐世界 哎呀 极乐世界 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么所住的都是重宝楼阁 而且在那里飞行变化 相貌又是那么的庄严 同时也没有老人 没有病人 没有坏人 那何不赶快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土夫当下 应该有这种感悟 所以他能够很猛烈的 当下很坚确的 就要往生极乐世界 一听到善导大师说 只要恋火就能够去 好 我现在就恋火去极乐世界 他抱着这种决心 这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不是鼓励自杀 是显现出这个土夫 当下的勇猛 还有善导大师感人之身 还有善导大师在这里 显现神通 我们从西方再怎么样的指 都显现不出极乐世界的什么 要冒出来 善导大师像是一直极乐世界显现 当下让对方感动 哎呀 慕容感动 有这么好的地方吗 所谓天堂 天堂还不如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比天堂还要百千万一倍 我将来都会死 都会跟儿女离开的 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 那离开这里 还很龌龙的 很痛苦的到盈柔王殿去 不如现在就到极乐世界去 大师你说恋火必定往生 好 我就恋火来往生 大概是那一种心境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这千古以来 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这样的事迹 这多么感人 而且多么的 深厚的愿啊 还有显现的神通啊 所以越想这一种事迹 真的所谓不可思议 这就是不可思议 极乐世界 大家看过吗 梦过或看过极乐世界的 请举手 对 当然啦 我们不要显现灵意 显现与人不同 身影响与人同 往往能够 能到极乐世界 到过极乐世界的 都是小孩子居多 在 民国 九十 九十三年 也就是 我到台北 的隔年啊 我到台北 都跟蓮友们讲 你们家如果有小孩 鼓励他听佛号 鼓励他念佛号 小孩就能够梦到极乐世界去 将来能够消夜战争福费 同时也种下了 成佛的善根 将来也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其中 有一个蓮友 她叫雅央 她的女孩 叫做燕青 这个燕青是 民国九十年五月九号出生的 那么民国九十三年 十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起来 就跟她妈妈 很高兴的说 妈妈妈妈妈 我做了一个好梦 她说从来女儿 也不会跟她讲这样 什么好梦啊 我梦到阿弥陀佛 她说她梦到阿弥陀佛 那这个雅央一听 就很兴奋 也很压抑地问说 那阿弥陀佛长得怎么样 一般都会这样问 她说阿弥陀佛 全身都是金色的 刚好那一天 有某一种机缘 带这个小女孩到 这个善导寺的到雄宝殿 这个女孩一看到 到雄宝殿的佛像 就说她梦到的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那个佛像 就是阿弥陀佛像 那这个小女孩 就有几次梦到极乐世界 那我特别交代雅央 把她记载下来 那她这里就有记载 在民国93年12月25号 的那段期间 这个台北101大楼在开幕 那么某一天呢 这个101大楼 是每一层楼 每一层楼 都有一个颜色 而且各大层楼之间 也香了种种的这个颜色 可以说呢 是光发璀璨 那她就问燕青说 101大楼漂亮 还是极乐世界的房子漂亮 燕青她就回答 极乐世界的房子漂亮 那极乐世界的房子 有没有比101大楼还高 有的她就回答 有的比101大楼还高 有的是中等的 有的是比较小 那又问她 那极乐世界谁的房子最大 她说阿弥陀佛的房子最大 那是最高的吗 还是最多岛 她回答说是最高的 也是最多岛 就这样回答 那就问她 那里的房子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墙壁 她说不是 那里的房子墙壁 都是金色的 那有别的颜色吗 也有 但都是金金的亮亮的 而且都是宝石盖的 她就这么回答 那那里 有没有像我们一样的 泥土的地面 她说没有 那我们这里 柏油路黑黑的 那里的路面 跟我们一样吗 她说不是 那里都是金色的 那那里 马路上车子 有没有车子 是不是很多 她说 马路上都空荡荡的 因为大家都在天上飞 到哪里 不用做交通工具 一起练头 就能够到哪里 那么 民国94年 3月20号 这个小女孩起传就说 我昨天晚上在花上玩 她问她什么花 莲花在什么地方 在极乐世界 那什么颜色 粉红色的 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那莲花不会掉下来 她说不会 那莲花超大的 而且阿弥陀佛保护着 不会掉下来 不会有危险 那么她就陆陆续续的问她 那把她所讲的就记载下来 那所记载的是 极乐世界的莲花 有金色 绿色 蓝色 粉红色 红色 莲花长在水面上 水都是很干净的 那么极乐世界 是很亮很亮 但又很舒服 那么极乐世界 而且很漂亮 房子都像宫殿一样 而且有很多种颜色 那地板都是金色的 而且坐上去 躺上去都是很柔软的 那么这个花园 也是用宝石盖的 那一颗宝石 就会再生出一颗宝石 那很多个 就会再生出很多个 那么在那里的人 都长得很漂亮 没有看到老人 没有看到病人 没有看到坏人 大家都是好人 那他们都很自由 要到哪里 不用走半天的路 想去哪里 彩带一灰 就到哪里了 那在那里 谁最高大呢 阿弥陀佛很高 多么高啊 哦 比天还高 阿弥陀佛比天还高 那菩萨也很大 那么阿弥陀佛在这个身上法座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上去的呢 就请小女孩表演了 那本来这个小女孩嘛 都活泼乱跳的嘛 那在表演的时候呢 他人们有没有看到 居然是慢慢的 穩穩的盘腿 他母亲说 从来没有看过他这般的沉稳的举动 表示他是亲自看到的 那么那个时候正当这个雅央的公公去世不久 还有他在张发的父亲也在不久之前双双去世 他就问这个女孩说 在极乐世界有没有看到两个阿公 他说有 那阿公有没有驼背 他说没有驼背 那长得怎么样啊 哎呀长得很年轻啊好帅啊 那个时候他才三四岁而已 那再来说一个五岁的孩子 花莲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那现在他叔叔是叔父的人 他叔叔在五六年前遇到我们这一个法门 就很安心很欢喜就专一练佛 那么那个时候他的子子是读幼稚圆中班 那早上他有时候会开这个第四台 播放早课练佛的声音 那这个小孩子呢 那这个小孩子呢 也会跟着在旁边听 那他也觉得让这个小孩子听佛号 总是好的 不管他有没有练佛 总之宇宙尔跟永成道种 就这样 有一天他跟这个小孩子在一起就跟他说 你只要练佛啊 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到极肉世界去玩耶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我知道 阿弥陀佛有带我去极肉世界 他一听啊就非常震撼啊 哎呀你小小的孩子 又没有像我们精进练佛 你居然就被阿弥陀佛带到极肉世界去啊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为了要试验嘛 他就问他说 那极肉世界长得怎么样 这个小孩子直接了当的说 地面全部都是金色的 哇他这么一听就晓得 这个小孩子不是说慌话 真的到过极肉世界了 所以呢他就再度的问他说 那你在极肉世界还看到什么 我很想吃口香糖 阿弥陀佛就变了一个很好吃的口香糖 在我的嘴巴里让我吃 很好吃 我想开卡车 阿弥陀佛就变卡车来让我开 他就跟他这么回答 那这样显示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比较没有时间 所以没有继续追问 想到说 等几天之后 比较有时间 再来详细的问详细的记载 可是等到有时间的时候呢 又怕 怕这个太过灵意了 让人家呢 会讲话 尤其是他妈妈也没有学佛 问他儿子这样 让他妈妈不高兴怎么办 所以就没有问了 是直到我们的月刊出来的 我们月刊早期 都有刊登一些小孩子到过极乐世界 梦过极乐世界 然后亲自画下来的 好几件 那么这个居士看到之后 才想起他的词词 的事情 那么他的词词 现在金人已经读 国小四年级了 那么他就打电话过来 我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在问你的词词 那怎么问呢 我就把他怎么问 请他记载下来 那他就问他词词 他说你还记不记得 你在读幼稚园中班的时候 曾经梦到过极乐世界 你还记得吗 他说还记得 那就问他呢 那你去过极乐世界几次 他说两次 一次就是幼稚园中班 一次就是国小一年级 那就问他说 你是怎么去极乐世界的 是不是做什么交通工作去去的 他说没有 是做莲花 我做的莲花比较小 阿弥陀佛的莲花比较大 那就问他 那么你是睡觉的时候 阿弥陀佛带着莲花 来载着你 飞到极乐世界去吗 他说不是 本来阿弥陀佛就是做着莲花 他要带我去的时候 旁边就会助养地出现 一朵小莲花 我一站上去很快 一下子就到极乐世界了 好 那你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长得怎么样 他就提起手持头 说阿弥陀佛的头发 都是一颗一颗的蓝色的 那这就是很真切了 那阿弥陀佛 他脚是打坐的 后面是有光明的 穿的衣服是金色的 跟和尚穿的一样 那么这个衣服外面也是一格一格 好像城墙 都一格一格的 那就袈裟了 那么里面是金色一条一条的 那穿在身上很长 那旁边有很多菩萨 那他有说 极乐世界的地都是金色 会发光 那踩起来呢 不是硬硬的 是软软的 那极乐世界有很多莲花 那么莲花呢 很漂亮 而且莲花都会放光 那莲花呢 也有名字 菩萨的名字 先人的名字 那么阿弥陀佛的旁边 都有很多的菩萨 那每一位菩萨都亮晶晶的 那在极乐世界 没有看到老人 也没有看到病人 也没有看到女人 为什么 因为在极乐世界都三四二相 所以没有男人 也没有女人 这个经典上就讲 阿弥陀佛的 是抱怨当中 第三怨 第四怨 第三怨 就是要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只金色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外貌 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而且大家都相同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向好庄严 所以在经典上就说 我们到极乐世界都是 就是如火金色身 向妙相惜圆满 亦以大悲心 利益足群品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到极乐世界笨霸 一旦到极乐世界的话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金色 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妙相庄严 阿弥陀什么妙相 我们就什么妙相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 我们也是无量光 当然也是无量瘦 跟阿弥陀佛外貌一样 所以内心也当然是一样 因为有什么样的外貌 肯定是什么样的内心 散发出来的 因为人的貌 是人的心所形成的 所谓向由心转 心能改向 那极乐世界的宫殿 都很高大 看起来又很坚固 那装饰的呢 有红色的 还有其他的颜色的 都是金光 闪闪的 那极乐世界呢 很安静 除了是有人练经 也会听到敲梦雨的声音 极乐世界很香 那种香味就好像 寺院里面烧香 清香的香味 那任何地方 都是亮晶晶的 可是呢 看不到有太阳日月星星 不晓得光源是从哪里来 是自然的亮到 那游泳池里面可以呼吸 而且游泳池可以任意变换 那就问他说怎么变换啊 他就说 比如你要让游泳池变成橘子汁 就会变成橘子汁 那水的温度呢 温度很适合 温温的刚刚好 那东西哪里来 东西你只要一想 东西就来了 那要不要足 那不用 要不要收 不用 你吃的时候 他就把你处理好了 没有残渣 其乐世界是这样的境界 这个往生论注就说了 往生论说了 永离身心脑 受热常无见 众生所愿要 一切能满足 故我愿生彼 阿弥陀佛果 这是往生论 里面的记字 这个记字好不好 很好 到了喜乐世界 永离身心脑 心没有贪嗔 是妄想杂恋 身没有饥饿 或太热太冷 而且都是跟阿弥陀佛 一样的小貌 众生所愿要一切能满足 我们想要什么 就能拥有什么 就能够到达什么 像这样的境界 大家都很向往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谓这个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 只要是来自于内心 内心的幸福感 快乐感 但是世间没有真正的幸福 世间的幸福就是残缺的 不究竟的 即使我福灵门 还是跟阎罗网报到 我有到极乐世界 我们很多愿望 千愿万愿 只有一个愿 只要远生极乐世界 所有的愿都能够圆满 没有远生极乐世界 特有的愿都不能圆满 都是残缺的 今天的课本还是中午以前 讲几段散导大师的事迹 那么中午才开始讲这个散导大师 四贴书 观念四贴书 刚要 所以有发给大家这个讲义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 所以那个讲义还有书就带回去 下次这个讲义再带过来 那么既然要讲的话 那就再来讲一件 请翻到七十三页 不过这个七十三页 太长 大家回去再看就好 现在把这个随身书就合起来 我来解释就好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 他在2010年也就是六年前 农历九月十九日那一天 归衣三宝 他的法号叫做道宗 那个时候他是25岁 那么归衣了之后 因为也缺乏善知识的指点 跟同参道友的切磋 所以他只是患患的 看一些佛学书籍而已 那么当然一个人学佛 在学佛的过程中 有一些疑问 也有一些困惑 那么到了2013年 就三年前 春节正月份的时候 他梦见散导大师 视线合掌大佛 那他怎么晓得是散导大师呢 他是这样的记载 他说2013年正月十几号的某一日的晚上 他整整做了一个晚上的梦 梦中他跟他的母亲一起在郊外散步 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十分幽静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从来没有来过的 有阵阵的鸟与花香 可是呢 并没有看到鸟 也没有看到花 而且四周树木比较昌盛 同时比较翠绿 走着走着 觉得地势微微的 有点高了 这个时候 来到一个走廊 这个走廊像是呢 好像跟这个西藏 西藏的布达拉宫的走廊一样 突然间 在他跟他的母亲的面前 出现一尊巨大 很高大的佛像 这一尊佛像是金色的 这一尊佛像好像突然从天而降 那么这一尊佛像呢 如同很高的一座山那么的大 可说呢 这一尊佛就是一座山 这一座山就是一尊佛 那么这一尊佛呢 是盘腿加夫而坐 高坐在紫金台上 同时这一尊佛呢 却是双手合掌的 而且嘴巴呢 微笑的张开的 那佛像的头部还有胸部 都不使得有白云飘过 那一种云薄如白色的青纱 又如白色鸟鸟的香烟 那紫金台呈现出千叶宝莲的壮貌 金色的花瓣 一圈一圈的旋转 我只能如实地描述当时的场景 但遗憾的是 看到佛像的那一种感触 还有周围环境带来的愉悦感 我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 那么梦到这么大的佛像 固然是神奇 醒来之后呢 也一直在想 哎呀这是哪一尊佛呢 只有看到菩萨 是双手合掌的 从来没有看到佛双手合掌啊 佛都是让人家合掌摸拜的啊 就这么的疑惑的 那么到了秋天 九月一号的上午 他到一个寺院去 刚好遇到一个 专修我们这个法门的练佛人啊 就很热切的跟他介绍 善导大师的净土教理 并且送给他一本书 这一本书呢 是净土宗十三祖师传 那么一翻开的时候呢 他被吓到了 他赫然发现 当时所梦到的大佛 就在这本书里面有 而且原来这一尊佛像 就是善导大师的树像 那么这一尊佛像 现在是供奉在西安 西安 的香基寺 那香基寺是怎么来的呢 香基寺是善导大师 往生了之后 他的徒弟叫做怀孕大师 为善导大师盖了一座塔 叫做丛陵塔 很高 有十三层高 那么要有人把守这一支塔 所以就在旁边盖寺庙 叫做香基寺 那香基寺是很有名的 有这个王伟 王伟这个居士 写了一首诗过香基寺 那么香基寺呢 唐高宗 特别对香基寺 供养了一千颗的设立子 还有种种的宝贵的花 跟宝贵的宝物 那么五则天皇后呢 也好几次到香基寺 去纳凉 这个都有记载在 我们这一本略传里面 那么春天的时候 他梦见善导大师 这一次偶然听闻到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从对方所赠送的书 才发现到他所梦到的 就是善导大师的像 所以他就深深觉得 他跟善导大师有缘 他跟善导大师的法有缘 他跟净土的法门有缘 所以他一辈子要专修净土宗 要有机缘 也要专弘扬净土宗 那么那一尊佛像 善导大师的像 是日本京都净土宗刻的 来送给香基寺 因为日本的净土法门 清一色 都是依照善导大师的教理 所开展出来的 所以他们尊称善导大师 尊称为高祖 那么善导大师有缘的地方 就是香基寺 悟真寺 还有玄宗寺 所以他们日本的练佛人 都时不时的 到这几个地方来朝圣 那么那一尊像 我有把它从电脑上列印出来 就是这一尊像 这一尊像 那这一尊像呢 我也特别的影印几张过来 如果有我们学员或连有喜欢的话 可以来索取 那五章如果不够的话 大家登记下来 下次会再列印过来给大家 那么今天的这个讲法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的书 讲义大家带回去 有时间呢 请大家就索取我们的重书 看我们的重书 还有月历 月刊 还有我们的镜头中网站 大家 请大家多越南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祝大家信佛念佛 得生极乐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